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我快可以董 就是我專心講講 在做現在 羅馬不是一天造成 所以他一步一步在做 沒有錯 問題要讓市民都瞭解 台北醫學院剛才都同學去 一個籃球場 我現在重點講一下 那也是一年一年 我同學接一百萬美金 只有一棟大 所以我現在跟那個長老人說 你 我現在要做怎麼做 人家都聽起來很討厭 甚至要去停車 甚至去種籃球也沒關係 籃球也可以吃了 先第一步 圍牆什麼通通把它拆 他畫幾個地 他們只要停車也不停車 可是有講 你要我動工的時候 你怎麼要自動 慢走 不要在那裡說 又濕濕濕濕 講清楚 第二個 對裡面來講 外面道路要做 你講 這個地方要做哪裡 做什麼 紅綠燈 這個紅綠燈是我們 太太一見你 我告訴你 所以紅綠燈怎麼做 大家沒有意見 就開始做 你才剛才跟我批幾分鐘 批幾分鐘 現在一分鐘 可以規劃一下 好不好 就這樣 謝謝 謝謝 那如果說在座的鄉親 那個目前沒有什麼問題的話 那我們歡迎 說日後有發言什麼問題的話 隨時跟我們辦公室 或者立長這邊反應 那最後的話 是不是就把南公公交給立長 謝謝 今天跟各位簡短報告一下 也謝謝市政府的長官 來到我們這麼小的地方 那也可以看到鄉親有很多的疑慮 另外跟各位報告就是因為 我們4月14號有開一個協調會 希望他來辦一個說明會 來動工 那因為21號我們發現 他已經動了 所以很緊 很緊迫 所以在禮拜二 我又到議會 請陳立威議員來開這個協調會 那因為樹的存活 還有他的季節 我們也尊重公園處 他說很緊迫 所以我們又 很倉促很擊破的 在約在今天的禮拜公處來說明 請各位能夠體諒 那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並不是反對開發 我們也不是反對公營住宅 只是因為他以前規劃的是六百幅 突然增加到一千五百幅 那這個問題我想市政府 公務員應該有他的良知 他也不來充分溝通 這是一定 那我們在2月26號 2月27號 還有今天早上都在施政我抗議 而且我們一開會 從早上9點 我回到這邊已經1點40了 我們開會就是很長很長的事情 高先生也有去 裡面也有人鄉親去 所以我們並不是反對開發 而且是因為你把量體弄得太大 這個抗爭會持續的下去 另外就是說 也請公園處總公司這邊幫忙 你在公園裡面有開兩個缺口 那這兩個缺口 是不是也要弄一個告示 弄一個告示 因為你的告示可能在大道那邊 可是這邊的裡面才運動了很多 他會認為說 你做什麼都一直來問 他就說你為什麼都不知道 所以這個問題就請總公園處 就是說你裡面也有開了兩個缺口 我昨天有去看 因為我天天就去看 公園處平常也維護得 南港所也維護得很好 這一點我們要肯定 另外還是要請公園處 你們有什麼 請你們要通知我們 我們也是來 你通知我們這種狀況 我們會幫你來宣導 你沒有來告訴我們的話 我們當然就是 就一定要去舉步調 那個就是弄得很不好 另外就是新公園 如果也請長官 就是你們有開工前 也讓我們知道 知道要我來通知 大概對你們有什麼影響 而且的確以前那個粉塵 的確因為是大樓要敲掉 的確非常的多 另外就是說 我們希望市政府 要有破例 因為福德平宅有六棟 六棟裡面閒置那麼多了 我們也有一些鄉親 總住在福德平宅 又回來說 怎麼959 你趕我們走到現在都沒有動 而且他會認為 市政府要求民間公司 要綠美化 可是自己又不做 乾淨啊 廢氣的鐵啊 對不對 大陸那個高速公路 他見了幾條了 希望市政府要有那個破例 另外你們對停車場 或是檢疫的綠化 你們要趕快做 要回饋這個地方 因為你們已經 在這邊方位那麼多年 另外就是說你們的西部計畫 我們是不同意你們增加那麼多 我們希望你們這個西部計畫 也尊重地方 不要再偷偷的進行 偷偷進行 我們又去抗爭 大家就是到市政網上 對 所以結論就是說 公園處也好 公園處也好 長官也好 新公處 或是將來的社會 有什麼大的建設 細部計畫也好 或什麼 請你們跟通知 我們當地的里長 那也謝謝大家 如果還有疑慮的話 可以跟陳黎維議員這邊來 謝謝大家 謝謝 我想最後很感謝所有鄉親 朋友還有包括說 那個市府各局處的這些 這些公園 公園 然後來這個地方 然後來開這個會議 那我今天整個都市計畫委員會 開完之後 上午就跟里長開玩笑講說 今天是他的生日 就沒有想到呢 對 今天是里長的生日 對 那本來是里長開計畫說 要跟里長開出去吃大餐的 就沒有想到 中午呢 可能吃便當 晚上的話也吃便當 中午吃乳酪飯 乳酪飯 那七檔就來了 我又把乳酪帶回來 對 不過我就跟里長開玩笑 想說 沒有想到市府 多送了大概3900個人 以後要來給一張館 對 那真的是一個很大的禮物 不過有時候 人多真的是不好管 那還是很感謝今天大家 然後來這個地方 然後開這個會議 那日後的話 如果說有任何需要 我們辦公室協助的地方的話 也歡迎學師告訴我們 那也感謝所有師父的感官 別那麼辛苦 大哥請問 OK 謝謝 謝謝 不要把自己的責任擔任太大 應該有很多的事情應該要放上去 對 那 我在這裡 是不是可以 請相關的觀念 對不對 因為我 下面簡單的問題 會有牽涉到 我不知道 我們這個國外延期 整體的開發案 是怎麼樣 大概都沒有訂單 沒錯 但是我們想要知道 你的副案 大概最簡單的描述一下 讓我們知道一下 因為呢 這是牽涉的第二個問題 就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要把 三十八項 開闢延長的路線 也就是想要 整個的那個延期 從中間 橫接過去 那 我覺得這樣做 是有必要的 在供應上是有必要的 而且有方便性 交通上 絕對我們不應該反對 但是呢 你要知道 因為這樣做 現在急著要開發 開闢這條路 但是你要知道一下 剛好我講的第一個問題 你整體的開發的 副案 以後地上或地下 要怎麼應用 萬一說你地下 要做一個很大的 那個什麼 那個捷運系統的那個機場 那什麼東西 你要把土地要全部翻過來 那你的開闢 開闢不是浪費的公堂嗎 對不對 所以說這一點 我希望也要了解一下 第二 第三點 剛才這位大哥 還有這位小妹 我唱 你做幾號 什麼 你做三十八項 我是三十八項 九號 對 我為你講話 對對 因為剛才你的問題 被官員火結了 你說 對 剛才我們講了 你們開闢三十八項的延長 相道 剛才有講過 在供應上 有必要性 也是合理性 對不對 對 所以 因為呢 整個的延期 開發完成以後 對這個 對我們這個地方 會帶來很大的關注 沒錯 也就會引入了更多的機民 這裡會更多到 對不對 但是 但是呢 在三十八項的 住民來講 會造成更多 生活上的 不方便 甚至於 生活水平 會降低 就是晚上 說不定 車子都跑來跑去 都影響水平 等等 他們講得很確定 對不對 所以呢 剛才 這位大哥 他講了 按照大法官員的解釋 失地 開闢為 公用道路也好 相道也好 是要辦理徵收補償的 不過 剛才的官員也講過 財政負擔 負擔不起 所以說 但是呢 大法官員的解釋 還有下面的一段話 就是說 因為財政負擔的關係 政府應該要 逐年編列一戰 來補償 但是這裡面 要有優先順行 有吧 但是呢 現在我們講了 38項 這個延長的 這個項道 那邊延長的是工地 但是這邊的失地 被連帶的 一起使用了 所以說 造成了 這些有失地的 延有的住户 生活上 品質上 降低了 所以說 這個時候 我們看了 一般來講 失地公用 是要辦理公用 剛才講過 財政上負擔 可以佔反 但是呢 你看剛才我也講過 為了補償 這個工地之中 有優先順行 對不對 現在呢 既然那邊 工藝上 有它的必要性 已經要開闢了 但是呢 妨害到這邊的私有地 既然那邊是工地 為基於公平的原則 你的工地 公家負擔 私地 你要徵收也有公家負擔 對不對 所以說呢 你要建議政府 優先別人以上 補償 這個三十八項 祝福 潛意受到的損害 對不對 你不能說財政負擔不起 那頂多幾億就補償完了嘛 也不是幾千億的問題 對不對 所以說 你們必須要把問題 帶回去反映給長官 不然的話 我們這裡 都是尋求法律附近 會造成你們的官員 真的會很難看 我們也不願意走這條路 對不對 好 我這個報告到這位置 謝謝 他跟你講的一樣 對 我想那個 所謂的 剛剛我回應一下這個先生 就會說 有關於那個 計畫大陸補償的部分的話 這部分我想 我們來要求市府這邊 然後儘管編列預算 看是不是能夠提前 來補償那個 林口街三十八項的住戶 好不好 好 那 呃 第二部分的話 事實上 所謂的那個 官員區整個整理開發的檢疫描述 這部分可能還是要真正進到整個 都市設計審議的時候 那時候的話 才會比較清楚 因為今天的話 只是很簡單的去談 整個都市計畫 地的使用跟變更而已 我的意思是說 你這些三十八項 這樣開閉出來 對 那以後 那個整體開發的時候 會不會用途徑 就通通翻過來 那你開閉就沒有用 應該是不會 那那個 不好意思 謝謝您貴姓 貴姓兩 那我大概跟你說明一下 就是說 這邊的話事實上 呃 應該說廣時這塊機器的話 也不會作為 是那個捷運的機場 也不會了吧 所以說 應該事實上 這地下 基本上應該就是 可能 社服用地的話 可能就做規劃成停車場 那事實上在商業 我想商業用地部分的話 地下也是規劃成停車場 我想 基本上朝這個方向去走 至於說 呃 公園的部分 事實上那還是有疑問的 對 我想跟那個總共這邊 呃 說明就是說 因為公園部分的話 事實上它是列為所謂的 多目標去使用 而且是要配合 日後整個 周邊的整個停車狀況 然後再規劃說 你到時候到底要不要設 地下停車場 所以說 老實說 你們目前定值 那12棵樹 事實上也是有問題的 以後你可能 你公園要開畫的時候 你一些樹木 整個都要簽了 或者12株的樹木 也要簽了 也說不定了 對 所以說 像之前我一直建議你們說 事實上 整個公園的話 事實上 應該要有整個設計 然後出來做 然後才去做 樹木定值 但是你們一直 怎麼做 OK 那反正這是補方的政策 你們是執行單位嗎 那也不能怪你們 我想 我想那整個過程 大概就是這樣 好不好 那 你針對所有錯誤的需要的話